全國預防外外賬湧現各大銀行儲備280億 美國最大的幾家銀行已經開始準備更多資金儲備 來應付之後可能會出現的外外賬 JP Morgan Chase, Morgan大通銀行,Citigroup Farcan銀行 和Wells Fargo附近銀行星期二表示 第二季度財報表現受挫 於是一共儲備了280億 來支付個人和商業無法歸還的貸款 這個儲備比之前三個月銀行準備的金額還要大 表示銀行對未來疫情之下經濟形勢沒有信心 或者預計經濟受影響的程度更加嚴重 例如摩根大通就表示 以防直到明年失業率依然保持在兩位數 或者明年經濟復甦的速度 比三個月前銀行預測的慢 撥出了超過100億的儲備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正常的經濟衰退 副國銀行就儲備超過95億 Farcan銀行就撥出了80億儲備 自從上一次金融危機之後 銀行業多年來通過借貸獲得了大量利潤 而因為利率降低也有大量借貸 直至到疫情之前 美國的汽車貸款、信用卡貸款和學生貸款金額 都是歷史最高 公司的商業貸款也達到了歷史高點 銀行表示5月份預計經濟開始恢復正常 因為各州商業開始重啟 但是由於各州病例急升 又會導致有新一輪的駕居避疫措施 而高盛銀行、美國銀行 就會在本州首後公布季度財報 今次疫情對銀行業的影響和往常不一樣 除了可以寬限暫時五環、房屋貸款、車貸款和學生貸款之外 銀行還要撥出貸款來給資深保護PPP計劃 不過好消息是 銀行表示大部分之前尋求銀行協助的信用卡用戶 已經開始正常還款 但是預期在銀行貸款免期過後 會有一批團工的房屋貸款 天下維視記者梁麗娜報導 請看 請看 請問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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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